歡迎收看友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我們這一集要來介紹之前的作業留下的一些 幾何應用的問題 有一點點難度啦 有一點點不好想 所以來說明一下 有一個T型倉庫有一頭牛 然後這個牛被綁在T型的上底這裡的中間 繩子長是20 然後上底是10 下底是40 高是15 這樣子的話最後這個牛到底可以吃到的草的面積有多少呢 那因為牛是被綁在上面的中間嘛 所以他是可以自由的 可以自由的這樣子走來走去嘛 所以上面這一半一直到他的繩子被那個門 一直到他的繩子被這個倉庫的邊邊角角卡住之前 他都可以自由的晃 所以他其實可以晃一整個 一整個半圓 至少這個半圓他都是可以晃的 對不對 那這個是 以他的神長這個 神長20啦 以他的神長20來看的話呢 他可以晃出一個半徑是20的半圓 這是沒有問題的他是可以吃到的 那當他走到上面這裡的時候呢 他就接著要往下嘛 可是往下的時候 往下的時候呢 因為他的神長20可是上底的這裡 這個地方有10 然後他綁在這裡嘛 所以他折過去的時候這裡會被卡住5公尺 所以他其實只剩15公尺而已 他其實只剩15公尺而已 那麼 因為呢 這一題呢 因為他的這個 高是15 這樣看不算 也是可以 那這一 因為他的高是15 這個高是15 那這個神長20被卡掉5之後就是15嘛 所以如果你可以想像 他如果今天在這裡開始有15公尺的話 他其實剛好可以轉到這裡來 對不對 就是 這邊15 這邊15 他其實可以轉一個扇形過來 可是呢 事實上他轉不到 就是 他會被卡在中間 他在這裡的時候 他就會被倉庫擋住了 所以其實他後來的這個15呢 只能夠 轉到這裡而已 這樣可以嗎 好 OK 那這樣子的話 這樣子 他這個部分的這個扇形到底是多大呢 嗯 多大 15 15 這個可以算一下哈 我們把這個這個小部分放大出來看 他本來可以站到這裡 但是只有其實只有站到上面而已嘛 所以這個 上底是40 然後下底 上底是10 下底是40的倉庫 10 於是拉下來這裡10的話呢 那上面跟下面都還有 40-10還有30 可以嗎 那這裡還有15呢 所以這個圖沒有那麼的精準啦 他說這個高也是15嘛 所以說呢 其實如果你像這樣子把這個圖畫出來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其實是45度 他是等要直角三角形 這樣子 可以嗎 也就是說他這個 這個三角形其實應該比較接近長這樣 這個T型 這個T型 這樣 然後那一頭牛呢 他的神長20 大概這麼多 大概這麼多 然後他吃到這一半之後 20 就這裡就只有這個45度的 這裡45度嘛 這裡45度 所以其實上面這裡也是45 那 所以呢 所以呢 這個是45度 那因為這裡有一個下面也有一個 所以其實這兩個合起來是90度啦 那90度的話 他的半徑是15 所以是15平方 225π乘1 4分之1 90度是4分之1個圓嘛 還有這個20平方是400π乘上一半 1 2分之1 那所以合起來就是這個 200又2 4分之2 255啊 50 55 56 又1 4分之1 所以是256又1 4分之1 拍 這是他可以吃到的面積 可以嗎 那因為下面這題比較簡單 所以大家看解答 來看這個 一個矩形 切成 白色的部分有12345 五個都是正方形 然後灰色的部分這個也是正方形 就最中間這一點 那如果說灰色的部分邊長1的話 請問整個矩形面積是多少 它其實就是要你把 整個矩形齁 所有的邊長全部都求出來 那這題真的是蠻有意思的 我在這個書上看到這一題的時候 它好像是中國的什麼聯考考題吧 那湖南省之類的 它其實還蠻難的還蠻值得想的 那其實說起來不是很難啦 但是要做一個動作 就是你無從去推論的時候 我也都會跟學生說 無從去推論的時候 不是就算了 說沒看過等老師教 這樣不好 應該是說怎麼樣呢 無從推論的時候呢 就設個位之數 最小的這個是 最小的這個是1 我們已經知道了 那因為這些都是正方形 所以這個的邊長會跟這個的一樣 這兩個是一樣的正方形 這看得出來吧 那如果說我今天把 就是除了灰色以外 最小的就是這個 那我今天把他的邊長設A的話 那這個邊長也應該是A 對不對 那這個咧 那我覺得這題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說 我們可以看 我們可以一直從中間這裡來觀察 其實呢 這個他的邊長就是A加1 為什麼呢 你看這條直的 他的邊長是 我的這個A和灰灰的地方 這個1 所以這裡其實是A加1 這樣有看出來嗎 那上面這個呢 其實你看 你在觀察這裡 有沒有 上面這個其實是這個的邊長 這麼長 再加1 所以上面這個其實是A加2 然後同樣的右邊這個呢 他其實就是上面這個 有沒有 再加1 所以這個其實是A加3 那這個A加2的話 這邊也是A加2 這是A加1 這是A加3 這是A 那於是我們透過長跟寬 就可以跑出方程式了 這個長的部分呢 我們說這個 2A加5 2A加5 4A加1 3A加1 那所以這裡是 那又這個寬的部分 寬的部分是2A加3 這邊也是2A加3 沒得解 長的部分才有得解 2A加5 是3A加1 所以其實呢 A是4 對嗎 特別啊 其實這個是4公分 這個是4 這個是1的話 這個是4 那所以其實他的整塊矩行面積是多少呢 所以 寬的部分 這個長的部分 那所以長的部分其實是 就是13 4A加2 那寬的部分呢 2A加3 所以是 11 所以整塊面積是 143 平方單位 可以嗎 沒有意思的問題 看下面這個 這個圓錐形呢 它如果底部的圓 它的半徑是9的話 那 這個在這裡教這個姿勢啦 以後有機會也可能還會再看到 也可能不會 看老師教不教 就是說我們今天把一個任意的 我們今天可以把一個扇形 如果它是圓形的 標準的扇形的話 那我都可以把它 用某個方式捲起來 會剛好捲成一個圓錐筒 就是講 像講話的大 那個 大聲公這樣子 沒有底的那種圓錐 那如果它捲起來的話 它告訴你它的底半徑是9的話呢 那其實你可以算出這個周長 對不對 這個周長呢 是9拍 欸不是9 18 18拍 周長 是18拍 那周長是18拍呢 你看我寫在這邊 就是說 這個的周長是18拍 那麼原本的扇形的 這個地方就是18拍 對 因為你的那個周長就是用我的這一個幅 捲出來的嘛 對不對 就像田筒這樣 你的田筒捲出了最上面那個圓 那個圓周 那我如果把田筒整個拆開來的話 它就會出現這個扇形嘛 那這個就是那一圈圓周 好 好那既然這樣子的話呢 他說那 我要求這個角度跟面積 那其實當然我們還需要一件事情 就是要知道扇形的半徑 那扇形的半徑會是多少呢 其實你捲起來的時候呢 這個半徑會跑來這裡 對不對 半徑其實是它的斜邊啦 那既然它這裡是9 高是12 所以3比4比5 這裡 那個這裡有畫直角給大家 提醒大家說 上面這個垂下的高會垂直底下這一條 所以它的斜邊其實是15 換句話說原本這個扇形的半徑其實是15 那15的話呢 它原本的這個圓周長其實應該是30拍 那30拍除以18拍的話呢 其實是這個5分之6 5分之3 5分之3 那5分之3以角度來說 360的5分之3是 144 365 5分之1是72 5分之3 216 216 對 對 我已經寫來這裡了 所以這個角度其實是216度 那這樣子我就可以算它的面積了 那面積的話呢它原本應該是225拍嘛 225拍的話一樣乘以5分之3 所以這個五約掉 45 再乘3 135 面積 1 135 平方單位 平方單位我就不起來了 所以這個問題可以嗎 好 好 再來看這個老問題 好 那我簡單的提示一下 簡單的說明一下 就是說這裡是一個矩形啊 然後它這裡有一個扇形 這個扇形 他們都是用 bc當半徑齁齁 或ad當半徑畫出來的圓 所以其實這兩個扇形 如果你看整個的話是一樣大的 就是他們的半徑都會一樣大 那這個時候夾出這個灰色這一塊呢 你用 理所當然當然是用這個大長方形 剪掉 這一個嘛 我該畫到這樣 再剪掉 這一個 OK 那 在這裡稍微的提示一下啦 就是說因為其實這裡是矩形嘛 所以 abd是直角三角形 所以你看我們在之前的課程裡面 特別提到這件事情就是說 這兩個角合起來其實是90度 那90度的話呢 因為它半徑是一樣的 所以你可以把這兩個拼起來 會拼成一個 半徑是ad 它的寬是8嘛 的四分之一圓 可以嗎 所以8864 64拍乘四分之一 這個是16拍 那上面這裡是20乘8除2 所以是80 所以答案是80-16拍 可以嗎 我們今天有一個正方形 這種問題很常見喔 它有一個正方形 然後旁邊一個正三角形把它轉上來 請問覆蓋過的面積呢 其實就是這個三角形1號和三角形2號 和中間這個扇形 和中間這個扇形 但是呢 誒 是嗎 嗯 嗯 不是哈哈 不是漢中間這個扇形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仔細想想 仔細想想 來這是這題的重點 仔細想想呢 你這樣轉上來之後 B點有沒有 你看這一塊 轉 我用筆蓋來代表它 AB線段 轉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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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 轉到這裡嗎 如果是轉到這裡的話 那C會跑去哪裡 C在這邊啦 所以其實不是哈 它是 你的這個A呢 就是這題的重點 你這個A其實一路已經轉 過來了 可以嗎 可以嗎 你這A其實一路已經從A點轉到E點 那你這個圓 這個圓 這個扇形 都是被你畫過的 好 那你 可能會想說這個EF 是不是一定在這個扇形裡 它線是會不會從中間過去 不會 因為你這個是半徑嘛 這是正三角形 半徑半徑 那這是一條旋 所以旋是在圓裡面的沒有錯 所以你要算的其實不是這個扇形的面積和這兩個三角形 而是這個三角形和這個扇形的面積 好 那所以其實這個正方形編長是3的話 誒 我們有沒有交啊 其實從必是定理來算啊 其實是還沒有交啦 但是稍微的講一下 正方形編長是3的話呢 因為它這裡是60度嘛 所以它是1比根號3比2的 這個三角形 所以這邊是1.5 那這是 寫2分之3好了 那這邊是2分之3乘更號3 那它的底仍然是3嘛 所以它的面積其實是 3乘2分之3更號3 2分之3更號3乘 2分之1 底是3嘛 高是2分之3更號3 然後再除以2 所以是4分之9更號3 所以這個是 4分之9更號3 然後那這個扇形呢 這個扇形的半徑是3 然後它的角度總共有多少呢 這一整個圓裡面 這邊佔90 這邊佔60 所以96150 150 350扣掉150 這裡其實有210 可以嗎 那這個210呢 它是7分之12 它是7分之12 所以它是9拍乘以7 所以3約掉 所以是4分之21拍 所以它是4分之9更號3加4分之21拍 這個 就是這一題 這個略有 略有技巧 有一點點技巧 好 那我們這個 這個 在之前的課程裡面 我們聊到 古時候的人看星星 那 所以把 距離地球比較近的 再整理一次這個觀念 我們古時候的人看星星 大部分的星星 它在天空上的位置是 雖然說會東升西落 但是有一個差不多的位置 雖然跟季節有差 但是 大致上今天明天這樣去看 它的位置是差不多的 可是有一些星星呢 有一些星星呢 它不是這樣子的 它的軌跡是會亂走的 那 會亂走的這一些呢 我們就叫做行星 不會亂走的就叫做恒星 後來的科學家發現 其實大部分的星星 都是跟太陽一樣 自己會發光 那那樣子的星星呢 我們於是就叫做恒星 所以絕大多數的星星 都是恒星 包括太陽 它也是 在別的 如果今天有外星人的話 外星人看太陽就是天上的一顆星 這樣 那外星人看地球呢 看不到 看不到 就好像我們看外星 我們看這個外 除了太陽以外其他的恒星 這些恒星其實也都有小行星 繞在它的旁邊 但是實在是太小 而且不會發光 我們看不到 那這些行星哪來 就是我們講這個什麼太陽系八大行星 他們 我們在天空中其實觀察得到 這也就是這一些叫行星的原因 它為什麼會亂繞呢 就是因為他們跟我們 假如這太陽在太陽系裡面 地球繞著太陽轉 然後其他的行星也繞著太陽轉 那因為我們繞的速度不一樣 越 越近的越快 越近的越快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它在地球的這一邊 有的時候它可能在地球的這一邊 那地球上的人自己不知道自己在轉 所以我們在看天上的星星的時候 有的時候就會發現 我們會覺得是它在動 不是我們在動 所以你有的時候就會覺得它跑到前面去了 有的時候你又覺得它好像又退回來到後面去了 然後又覺得它好像又跑到你的前面去了 這樣子 你會發現它在天空中的軌跡是跑來跑去的 於是古獸的人叫這樣的星星叫行星 那我剛才有說 就是說 行星很小顆 行星不會發光 所以其實我們看不到 別的行星 別的恆星 它們繞在旁邊的行星 那為什麼我們在天空中還能夠看到這些走來走去的呢 就是因為我們一起在太陽系這邊 離得夠近 離得夠近的時候 太陽的光會打到它的身上 會打到它的身上 然後再反射回來 所以我們會看到這裡有一個亮亮的 天空中有一個亮亮的點 這樣子 所以其實地球上能夠看到的行星也很少 水星有的時候看得到 那主要能夠看到就是離我們最近的 離 比我們更靠近太陽一點的叫金星 那比我們更遠離太陽一點點的叫火星 我們主要就是看到這兩顆 其他的也是不太容易看到 那中國古代把金星叫做太白星 因為它看起來是白色的 那把火星呢叫銀貨 因為火星看起來是紅紅的好像在燒一樣 這樣子 那這個是行星跟恆星的差別 所以說行星是不發光的 那因為太陽系的行星們有太陽光的折射 我們才看得到 而且要離地球夠近 而且要離太陽夠近 要不然其實其他的行星我們也都是看不到的 只有很少量 那就是說為什麼這些星球要叫行星呢 其實我畫的這個軌跡圖主要就是在模仿那個火星的軌跡 像火星像金星這樣 因為他在天空中會亂走 因為實在是離我們很近 然後我們用不同速度繞的話 你想像自己不動 你就會覺得他在前前後後前前後後的一直走 所以呢我會把他們叫行星 好 那在這個更深入介紹以前 跟大家分享一個觀念 有時候是雜中金買的 有精美圖案的 這個是我們常常會看到所謂銀河系的照片 那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小朋友好奇的問過一件事情 就是這張照片去哪拍的 去哪裡可以拍到銀河系 那事實上呢 銀河系在這裡對不對 太陽在這個 這個只是模擬 這只是模擬圖而已 太陽在這邊 那事實上太陽更小 根本就沒有這個紅點那麼大 那 然後也沒有那麼近 那就是一個模擬 太陽在這邊 太陽如果這麼大的話 地球好像是它的1%吧 半徑是1% 所以地球可能只有這樣子而已 地球這麼小 啊地球這麼小 人就不用講 那你的望遠鏡就 你的照相機就只有一咪 那這個 這去哪裡拍的 那事實上就是說這個是拍不到 這是拍不到 就好像你的眼睛看不到你的頭頂一樣 我們人住在地球上 啊地球在太陽系裡 那我怎麼拍得到太陽系 你看我們有時候看到這種照片對不對 你看我們有時候看到這種照片 太陽地球水星火星木星 啊這照片去哪裡拍的 拍不到啦 我剛剛講的嘛 你眼睛看不到你的頭頂嘛 我們人住在地球上 啊我們地球就在太陽系裡面 啊我們要怎麼用拍的 可以拍到太陽系 你一定要跑到太陽系的上方對不對 假如這個就是真的太陽系的話 你要拍這張照片 你一定要在它的上面拍 假如這個就是銀河的話 你要拍它 你一定要在它的上面拍 對不對 從上面這樣拍下去嘛 那事實上就是不可憐 我們跑不到那麼上面 我們連這個飛 人都還沒有能夠飛到 比如說火星都還沒有 人都沒有登陸上去 然後我們的攝影器材 有沒有離開太陽系 好像也沒有離開太陽系 最多好像到小情星帶 到土星那邊而已 所以那個比起銀河系來說都非常小 那這種照片都是用模擬的 就是我們在地球上嘛 四面八方的到處看 看了 假如說這個是地球 假如說這是地球 這是太陽 那我們在地球上呢 四面八方的到處去看這個宇宙 那你就在到處觀察到外面有很多星星 很多星星 很多星星 之後呢 把這些照片丟給電腦 去算這些星星的位置去猜測 那所以我們是處在一個怎麼樣的環境底下 才會往外看到這一些 所以這個都是用 剛才那些照片都是用電腦推算出來的 那至於這個 恆星要如何發光 我們剛講行星不發光 恆星要如何發光 下次再介紹給大家 來看之前的作業 做出此圖形的對稱軸 那這個圖形如果軸對稱的話 當然不會是直的或橫的 是這一條 還有沒有別條 沒有 那我說你要怎麼知道這個是它的對稱軸 或者說你猜是 你猜這條式的話 兩個方式嘛 一個就是折起來嘛 折起來看圖形會不會重點 那另外一個方式就是你在這裡抓一點 讓它去垂直它之後再放一倍過來 看有沒有 這個點有沒有在這個圖 它自己的這個圖形上面 有的話那這個就是它對稱軸 沒有錯 那這是一個點對稱圖形 這也是軸對稱圖形 它的對稱點是 最中間的 不用懷疑 那它的對稱軸呢 它的對稱軸是 它的對稱軸是 這一條是 這一條也是 水平的也是 那事實上呢 降折也可以 降折也可以 可以嗎 可以嗎 總退任儲勤 我們之前教過了 所以就不再介紹 這樣 那我們今天的課上到這裡